你听的是SBS电台广东话节目 大家好,我是胡天行 欢迎收听SBS电台广东话节目 不知道各位在澳洲的朋友 住了这么多年的听众朋友 近年有没有看香港的选秀节目 例如《全民造星》、《中年号声音》 今天我邀请到的这位嘉宾 近年都参与了很多《造星》节目 更加越来越得到很多的粉丝支持 而是刚刚在这个月的22号 他就在香港举行了他的人生第一个个人演唱会 随即就来到墨尔本这儿演出 他就是香港的创作歌手王健文 Kinman,你好 Hello,很久没见 我真的很久没见你 我印象之中当年开始认识你的时候 就在中环一间楼上酒吧叫Fat Stage 那时候我已经被你的歌声非常触动到我了 后来才知道原来你是在街头演唱的 由那儿开始的 之后还从周游列国 去到世界不同的地方表现 看到你的IG post就说 回到墨尔本的家 OK 那首先想问一下你 究竟跟澳洲有什么渊源 是 其实我是十几年前来到澳洲 Working holiday的 那时候来到的时候就 已经很喜欢了 其实一来到的时候就很喜欢了 尤其是在Melbourne 因为我其实主要在Melbourne Stay在Melbourne 那时候就是 什么吸引我呢 其实是周渡的音乐文化 很多人basking 有些在街头画画的 然后去到Vertoria Market那边都是听到很多basking的音乐 那令我很放鬆 然后当然周游的咖啡也很好喝 就是很多 而且很棒 我早就来到的时候已经很喜欢了 然后就是觉得每日来到 就是在Melbourne的生活都是很开心 那我没想过 其实我形容Melbourne是什么地方呢 Melbourne是我一个 梦想的启情地 好像很有型 很浪漫 还要 因为我觉得是这里令我梦想开始的 因为以前追梦比赛 23岁到28岁都是不停参加不同的比赛 其实那时候很多比赛 比如台湾去过超级偶像 然后香港就巨星 然后星光大道 其实都参加很多比赛 其实当时来到Melbourne之前 我打算放弃 打算不唱歌 不去追了 不做歌手 累了 就是觉得应该都给个时间自己 可能觉得都算了 还有那时候呢 28岁已经觉得 参加他比赛都老了 已经就算了 是 所以就 来到Melbourne的时候呢 反而是 我很喜欢音乐嘛 在街头的音乐文化很强烈 所以我就 我想我来到 第二个礼拜 我就申请了一个 Busking Permit 就去街头表演了 嗯 那我就 来到 其实我带不是很多钱而已 那我就用那些钱呢 来买了一些器材啦 就是Busking你要用的 Amplify Mice Stand 啊 普架 总之买了所有装备 就开始Busking了 那其实 本来是Working Holiday 是来打工的嘛 是啊 就是想着可能做下酒楼啊 做下餐厅啊 或者去些农场啊 有很辛苦的那些工作 就是那时候已经知道是要做这些东西的 想着是来一个新的生活的 还有有些不同的体验啦 是啊 有些不同的体验 但是谁不知都是 走出去街头唱歌 但是我就在街头唱歌的时候呢 就是我会问 那些餐厅啊 或者咖啡店的收入多少 那时候是一对八的 就是很高的 是很高的那时候 然后就是 譬如一天可以赚到八十元的 就是在餐厅如果你做八个钟就有八十元的 但是我就发觉 我在街头唱歌两个钟已经赚到八十元以上了 就是一百元 那我们就继续打工啦 所以我就 来到我就已经没有去打工啦 然后我就 还有你自己喜欢嘛 是啊 所以我就是说每天出来 就是出街唱歌很开心 还有我其实最初都害怕的 因为我是第一次来一个八人的社会生活 那我又不知道大家会怎样看我啦 那我又 那时候就认识了七首英文歌的 那我就选了一些小行啦 就是我又未去到大街的 我就去了一些咖啡店的中间位那些啦 那在那儿唱歌 那唱唱一下就先唱出大街的 但是因为 是来到这儿唱歌很多人鼓励我 那时候的英文都很差的 现在都不是很好 每个人都会经历的这段阶段 是的 所以 所以如果你肯说就OK的了 所以那时候唱歌 我记得我那时候唱You Raise Me Up 我都唱得不太好 但是就有些人去鼓励我 就是 接着又来点歌 然后就越来越多英文歌 那就唱出大街 所以 总之我那时候来到就是 一开始就是Busking的时候 就已经得到很多鼓励啦 也有很多人会跟我说 You Make My Day 就是那些这样的说话啦 会令我很开心 就是他们给了很多信心我 所以为什么说梦想启情地 就是我在这里开始了Busking的生活 跟着是因为澳洲 我在澳洲年半之后呢 其实我就因为澳洲 我原来可以赚到钱 还可以生活到 因为澳洲开始 四年里面呢 去了十七个国家 三十九个城市 就去唱歌去表演 是 那幸好你真的没有放弃到 而且幸好墨尔本这里 让你成为一个梦想启情地 我也想知道除了墨尔本之外 你有没有去其他的城市 就是澳洲其他不同的城市 去做这个演唱 Sydney令我最深刻的 在Busking那里 就是为什么呢 那时候打算去倒数 你知道倒数很多人 去看烟花 有经典 是的 但我其实 因为我不知道原来要看倒数 是早一天就要去排队的 因为要白个漂亮的位置 没错 那我去到呢 我记得和我朋友拿着Busking的东西 我因为那天去Busking 先打算看倒数 是没有位置的 是看不到的 已经被遮住了很多人 那接着就 既然都带了些东西出来了 那我去到那个叫QEB 那里就设置了个档口Busking 倒数完 我想12点半左右 我就在那里唱 一唱就唱了三个小时停不了 因为很多人围着听我唱歌 那我怎样 我是他们不停 即是不让我走 我怎样可以走呢 就是最后那些警察 看到这么多人围着我 整三百多人围着我 就救我走了 但是那一刻是很难忘 因为他们 你知道因为澳洲人很喜欢喝酒 没错 他们都喝醉酒 每个拿着五十元 and call and call 真的听不到 所以很开心 他们令我觉得 哇 我一个亚洲人 我竟然可以在澳洲 开一个演唱会 在街头上开一个 就是好像在开演唱会那样 然后个个在同个大合唱 然后很棒 很难忘 这些全部都是你没有想象过 这是意外收获 对啊 还有赚了我整个月的人工 一万 都很重要 因为在这里的生活 都真的不容易 对啊 所以很难忘 很开心 澳洲带给了我很多很难忘的回忆 嗯 说到我也有点感动 对啊 我都给你感动到 因为都 真的 你可以继续坚持住你 梦想真的由这里开始 对啊 真的真的 没有了澳洲 没有了我Busking的生活 我想我没有走到这么远 但是 的确是因为那时候在澳洲 他们会跟我说你会走到很远的 就是街头的人跟我说 所以我好感动 就是很多回忆 因为那时候都很流行The Voice 我都看的 很喜欢听这些选秀节目 对啊 我也有看 那时候我不是澳洲人 是不能参加的 我有去audition 但是他们是说 因为我不是澳洲人 所以我不能参加的 是啊 所以就 但是澳洲是给了很多的 鼓励和信心 另外在我人生低点 在我觉得我要放弃的时候 是澳洲这个地方 在这里Busking的时候 很多人给我很多鼓励 而令我 继续坚持做音乐 继续去走我的梦 就是把你拉回上来 是啊 所以澳洲真的很重要 是 澳洲这个地方 还有Melbourne 我回来才觉得 哇 我终于回来了 我真的有一种感动 真的真的很感动 回到这个地方 完全感受得到 是的 尤其是我现在身处其中 我都想知道 我都哭了 尽情哭吧 我们在这里给你 是的 都知道 其实你一直走来 这条路 其实都有很多经历 是的 就是你追寻来的梦想之前 其实小时候 都有一段不开心的经历 是的 可不可以跟大家 都分享一下 我想 因为我单亲家庭长大 妈妈 其实 我想最令我打击最难过的 就是妈妈离开了 在我26岁的时候 所以才令我不想留在香港 所以才推动了 因为我来到澳洲 澳洲 为什么我会来呢 因为当时很多人 工作假期 朋友已经来过 他们拍了很多漂亮的照片 他们是所有的照片都很漂亮 这个地方这么漂亮 为什么 就很吸引我很想来 其实当时我已经申请了一个工作假期的Visa 但是我都没有放弃梦想 我在香港当时 就飞了去台湾参加星光大导 当时就在比赛 其实在完结的时候 我就知道我要来澳洲 因为如果我不来 我申请了 是没有 不来就没有了 是的 所以接着我就来了 但是我很想说就是 家里发生的事情 又推动了我来到一个新的生活 总之在我人生的低点里面 我觉得人生一定会遇到很多不开心 或者很困难的事情 但是那些事情是可以跨过 可以胜过 但是看你怎样面对 还有可能你真的 有时真的人要出去闯一下 就是我自己觉得 是要看一下外面的世界 因为那时对我来说 香港我觉得很 可能在一个大城市生活 很压迫 对很压迫 很忙 其实可能你见不到出路 你会见到可能很绝望 很不开心的事情 但是真的走出来之后 总之我来到澳洲的生活 我是每天都可以很开心 我很记得我在澳洲 那时basking了四个月的时候 我自己一个 因为其实当时妈妈离开 都很难过 但是我来到的时候 我自己一个拿着吉他在家里走 但因为这个难过这个的经历 而推动我来到 那我四个月之后 我其实都仍然很伤心 但是澳洲这个地方 是令我很开心 帮你治愈了你的心 那我记得四个月在澳洲生活的时候 我是拿着吉他 一个人在一条街上走 我觉得 为什么我可以一个人在这里生活 我觉得很神奇 就是 还有我是在唱着歌 只是唱歌这样生活 在这里给了一个希望 就是我自己当时 所以我 我是觉得很神奇 感情和很感动 我不知道 那一刻我真的有一个想法 就是哇 都挺帅的 一定的 因为觉得自己 拿着吉他在家里走 但是我是在一个 白人的社会生活 这里给了一个希望 就是令我一个人 遇到困难 遇到很绝望 很不开心 但是这个地方 给了一个希望 这里的人跟我说 你是可以的 You made my day 你是可以令到我发落 所以 那时候我是会觉得 对了 就是继续去走自己的路 顺着自己的路 对了 追自己的梦 其实是可以的 就是我很想鼓励大家 不要放弃 就是不要那么轻易放弃 就是人生 譬如遇到困难 不开心的也好 还是去到 你觉得没可能发生的事 但是 其实是可能有机会发生 就是澳洲这里给了一个 那我也都知道 你就是将这件事 带回到香港的街头 对了 那你就是 将这一种 就是在这里 得到的开心 也是 好像你刚才所说 在香港其实是一个 很压抑的社会 或者是很多人都不开心 反而 别人听到你的歌 是令到他们开心 这个是不是都是你的动力 其实很有趣 有时我会在街头唱歌 见到人头哭哭 不开心的 我就会唱一些开心的歌 哄他们 就是我有这个心态 我很记得 尤其是去到西德尼的时候 我在西德尼的Townown 有一条很长的Townown 火车站的隧道 然后我在那里面唱歌 为什么我会选择过呢 一些回音很厉害 是 一些echo很厉害 那个唱歌有时人都很匆忙 因为大城市的人都很匆忙 不是停下 其实在Melbourne是最冷静的 我觉得 很开心 在Melbourne 没有那么大压力 是的 我就是要令到人停下听 令到人开心 我是这个挑战 我心里不常常在想这件事 然后你说带回香港 其实很瘋狂的 我在澳洲 basking的日子 其实因为那时候台湾有些朋友 是会拍下我basking的片段 而放上网 有些人就觉得 为什么你去 Walking on the road 常常去听这个男子唱歌 就是在台湾人 然后就在台湾那边的新闻台 就找我拍了一个访问 就是说在澳洲basking的访问 竟然在澳洲basking 是上了台湾的电视台 然后新闻出来了 接着就吸引了一些 台湾的朋友 真的有些台湾的朋友来到basking 就是因为我 接着回到香港 我记得basking一年之后 我回到香港 接着其实第一次 都是在TVB的新闻台 就找了我做这个访问 很有印象 是的 就是basking的生活 就是 我是第一次上TVB的新闻 是的 就是因为basking 就是新闻报道 是新闻报道 就是原本的新闻 是的 很搞笑 那我没想过 我第一次成功地上了新闻 就是在台湾和香港 其实都有上过新闻 是basking 是真是很梦幻 不过这个都是你的人生经历 也是感染到很多不同其他的人 是 那继而呢 你就参加了很多 《造星》的节目了 是 是不是 我见你早几年 其实我们在澳洲的朋友 我们都很想念香港 是的 我们都是靠看这些《造星》节目 令到我们觉得 香港原来有一群年轻的朋友 是很有自己的梦想去实现的 就是看着你们一步一步 去跨过一个难关 其实我们都很感动 那你先后参加了不同的选手节目 其实这些的经历又是带给你什么呢 因为其实始终回到香港 我都继续追梦了 那其实为什么我又回到香港呢 其实当时也是家人有问题 就是婆婆那时候病了 那我就很想stay在香港 那我又没办法了 我没得basking了 那我就唯有又再参加比赛了 是的 那时候我记得我37岁去参加《造星》 参加的时候也是因为疫情 那我就觉得 那时候疫情很严重 很多可能随时会死 我在心里面想 不知道在那一刻发生什么事 不知道发生什么事 所以在想 反正都死了 那当然是自己喜欢做的东西 然后就去参加比赛唱歌 在整个节目的确有给到我很多不同方面 就是我以前一直唱歌 但是《造星》的节目就是不同 是什么呢 是贼人秀 还有它不仅是唱歌 它是你跳舞和演都要有 所以那时候很开心 那时候就认识了彭秀伟 因为他是我的导师 他在演戏方面 我看到他的表情很丰富 他可以立刻要什么感受 什么表情 他就立刻做到给你看 我就给他的教导 和他的演绎 而令到我对于演戏有兴趣 那我们在表演上 我们有一些音乐的部分 有几个节目是有音乐的部分 那很感激他给到几个不同的节目 我们尝试去演绎 除了唱就演绎 那其实又是澳洲的了 说回来 为什么 因为我当时来到澳洲 是喜欢了音乐的 所以我回到比赛的时候 我没有想过我可以做音乐的 那这个是令到我有另一个新的梦想出现 然后在这个比赛里面 令到我又可以实现到 原来我不单只可以唱 还可以演 然后其实因为这个节目 亦都是有其他的人看到我 其实在两年前 有人邀请了我做一个音乐 是的 然后今年其实已经 梦想成真的时候 也都是 又追到另一个网 在我演唱会之前 就是做了一个音乐 叫《为你钟情Cafe I do》 人生其实真的可以很精彩 就是当你愿意踏出一步去追梦 就是我当时呢 其实我又说回厚一点点 我来到澳洲的时候 来之前其实也有朋友潑冷水 我说我想有不同的生活 我想学英文 他说你学英文在香港也要学 为什么你去澳洲呢 就是 不同的嘛 那个环境 全部都是身边的人在说广东话 另外一个人就会 好像会陪你冷水 会觉得你行不行 可能你去到不行 因为他会觉得 你觉得我是不受苦的人 其实我受苦的时候 你都不知道 因为我那时候小时候 我又做过餐厅 又做过仓务员 其实我是打算来打工的 他们就会觉得我是受不了苦 但是 我就因为踏出一步 我看到不同的天空 我看到不同的东西 而这里给了希望 我当时说回这件事 但我去回来就是 就是因为愿意踏出一步 勇勇地去追梦 而发生了很多事情 我来到开始追音乐 我喜欢看音乐 但我没有想过回到香港 有比赛的时候 有机会去做音乐 然后有人看到我在比赛里面 原来我都可以 又演到又唱到 所以才有人找我做音乐 那么我今年就成就了 就是做了九场的音乐 一做就做了九场 那么 也有质疑自己的能力 就是觉得自己是否可以的 那么我那一段时间都挺大压力的 我都给到自己很大压力的 但是我觉得 我可以这么说 我真的没试过人生当中 我没试过这么努力去做一件事 是 因为做舞台剧 其实整个音乐是不同的东西 完全不是你唱歌那么简单 是啊 你还将这些歌曲 去将剧去演绎出来 是另一回事 重要个topic 主题是一个巨星 张国荣那个歌 张国荣 我们怎样去演他呢 所以其实最后我们是以一个 fans的身份去演哥哥的歌 那样东西 但是整个 音乐对我来说 都很大的挑战来的 那其实是一个 他因为是请了一个英国的 他以前做开Broadway的一些导师 是 就是他是教我们整个 其实是属于一个 好像Broadway的musical 但是香港的Broadway 香港的Broadway 是 就是将八老会带到香港 是啊 那么我觉得 对我来说很棒的 也都很好的经验 那比如可能这个musical 还有今次的演唱会 就是刚完成的演唱会 都是 我觉得我是从来 还没试过这么努力 这么认真去做一件事 但是这个努力 这个认真所有的事情 虽然很累 但是也是很值得 看得出 是 正正就是想说这一件事 就是以前我看其他歌手的演唱会 都会请你做嘉宾 但是今次真真正正属于 一个你自己的个人演唱会 那个感受 你刚才就说 可能也是很累 但你也很认真做 到现在你已经 时间了几天了 你回云了没有 其实是还在消化着 整件事 但是在整件事的发生 我觉得我真的非常感激 中联合声音 为什么 因为没有这个节目 我相信没有那么多人 去认识我 而我相信在 无论是澳洲 还是美加那边 其实都 我没有想过 在美加或者澳洲 都多了很多的人 去留意到 我最初以为就是香港 但是没有想过 原来很多地方都有看 就是因为这个节目 而很多人 其实很多人说 我很感激你参加这个节目 而我可以认识你 那么我当然更加 是要多谢这个节目 去带给我的东西 而就是因为多了很多粉丝 才能够成就这个演唱会 才有这个机会 所以我很感恩 很感激 这个节目带给我的东西 在整个演唱会 我很尽量放松自己的心情 例如我不让自己紧张 我不让自己太感动 因为其实可以想到很多东西 可以很感动 但我是不让它发生 我只要努力连歌 努力去排舞 我不想太多 很多人经常问我 你有什么感受 我没有感觉 即是暂时把自己的情绪收起 是 因为这个是你第一次演唱会 是的 因为大家买 我认为都是贵妃 就是买到九百多元 加上那个手续费都成千元 即是每个粉丝 买成千元的票来看我演唱会 我觉得 我要让他们觉得 来到看是值得去看 就算不只是粉丝 可能其他的人 可能他都有兴趣来看 但如果他买了票 我希望我可以好好地唱歌给他听 好好地有表演给他看 即是譬如 我不是擅长跳唱的 但就是因为中年好声 我就有机会跳唱 我就有机会再去做多一点点 那当然我试过跳唱之后 就是因为很多粉丝会说 哇你跳舞好帅啊 我很喜欢看这一首 你又超越了另一个 超越了另一个 对 挑战 我想打一个很丰富的 譬如有跳唱的部分 有我的专场唱歌 甚至我把Busking的部分 放在演唱会上面 我也有提到 好了大家 这首歌就是 You Waste Me Up 那这首歌为什么我会唱给大家听 就是我曾经在澳洲Busking的时候 我很紧张很害怕 在汉阵又唱 但有人去赞我唱这首歌 所以我今天想带给大家 接着我就叫大家 你试一下幻想一下 现在在Busking 在这个澳洲的街头 闻到很多很香的咖啡的味道 我就带给大家 就是无论是在澳洲 还是在欧洲的地方 我就讲给他听 一个Busking的故事 我自己的故事 因为这个真的对我来讲 是重要的嘛 就是在我的人生当中 所以我就放在 这次在演唱会舞台上 也有跟大家分享 也看到 一到看你的个人演唱会开始 你也有很多身边的朋友 歌声支持 我看到周慧敏 都是 Bivian 都非常支持你 这个真是很难得的一个机会 到现在 虽然你说在演唱会期间 你就收起这些感受了 到你现在再想起 在你筹备这个 真的你属于第一个个人演唱会里面 就是 对了 就是 为你 有没有一些再深层一点的意义 或者对未来来来讲 你继续演唱 有没有一些 一些啟發 嗯 其实呢 我 对于这个演唱会 我整个想法就是 我不给自己压力 就是我跟其他人说 我跟自己说 这个是Party 这个是一个Party 那一定要开心的 还有一定要让大家感受开心的 这样 所以我才可能 选了两个Party Madley跳舞的 就是我说到不是专专 哈哈哈 那我觉得 整个 音乐人生 就是在我走这条路上 生命当中 有很多重要的人出现 所以我都请了很多 嗯 我认为很重要的嘉宾 就是 譬如谭暉智 是我中年很少遇到的 阿斯桐 那接着 其实 比如Busky 我遇到阿Sam 然后整个我入行的路程 我Busky 回到香港的时候 是阿Vivian 她知道我Busky的故事 她听到我创作 所以其实 我未入行 我未有第一首歌的时候 是她鼓励我入行 所以她来到 见证我这个音乐会 我觉得是 我觉得她一定要在 但我没想过她真的在 所以 因为她 梦想成真 是的 因为她 在这段时间 她是在巡演着的 她是去不同地方 巡演着的 她其实很多事要准备 她其实可以休息 她可以要准备其他事 她可以不来 但她来啦 所以 当在彩排 彩排 导演和监制 说 你试试介绍 Vivian出来 我在彩排的时候 我想到要介绍她 我说 我这个人在人生当中 我已经说不到了 我在彩排的时候 我已经真的哭了 是的 我说不到 然后 阿V来到 我说 我其实没有预备过 要说什么 邀请你 因为我想到就哭了 所以我说 到时我才想 真正在演唱会上 我介绍出来 其实最后我也是哭了 是的 因为太感动了 因为我觉得 整个演唱会成就 不是一个人的事 我当然自己是有努力 但是 是很多的人去成就这件事 音乐的路上 很多的人在我生命中出现 去帮我 所以我觉得 这个是属于大家的Party 属于大家的一个演唱会 当然这个是 我的 第一个叫做 起步 亦都是叫做 第一次接触演唱会是什么一回事 但是我 我做完演唱会 我跟阿V说 我说 我真的很欣赏你 可以做这么多场演唱会 真的很累 很辛苦 但是 是值得 因为大家都很开心 很多人仍然跟我说 很多留言 很多美照 我觉得 一件非常大件事 就是好像 阿V跟我说 好像我的结婚 他说 好像我要去 见结婚 他说错话 但是我不要说 但是很搞笑 总之他说 他就跟我说 是说 好像去见证我的婚礼 是的 那我也觉得 是的 是一个大日子来的 对我来说 第一次的演唱会 我相信我是很难忘的 是的 那我也希望大家 会记得这个音乐会 一定 因为 听到你刚才的分享 已经很想看了 因为只有一场 是的 我觉得很少 是的 我要巡演了 你要巡演了 由这一次开始 我要回来澳洲 是的 澳洲 我会跟大家说这个故事 是的 第二个海外巡回演唱会 第一站一定要选澳洲 还要选墨尼本 记住 好啊 我想 其实我 我来过澳洲演唱会的场地 是 因为为什么呢 那时候某些歌手 他们来演唱的时候 我那时候刚巧在澳洲 有参加过TVB的 全球环新秀的 啊 我们甚至是比赛 都是在那边演唱会的场地 是的 亦都有某些 马来西亚演唱会的朋友 他们开演唱会 都邀请了我们去做嘉宾 就是因为这个比赛 所以 没有啊 我觉得澳洲真的 带给我很多很多的回忆 在音乐路上 嗯 所以这个地方 我相信如果我巡演 如果大家 真的会来支持我 相信不用 我们说 都一定会 我一定会回来这里 是的 我知道你最近有一首 自己创作的歌曲 是的 我知道你一直都有作自己的歌 可不可以介绍这首歌 默默究竟有什么意义 在里面 嗯 那其实这首歌 是我两年前写的 那其实是 我写完之后 我自己是很喜欢的 那这首歌 那我就很想一直 很想找机会出的 那这首歌 就是希望有机会 那没想过 比赛完之后 那跟公司谈 那 那他们都说 好啊 你出歌 你做歌 他叫我自己 找填词人 和找編曲的人 其实我和Johnny Yim合作 那这次 我自己的solo歌 我也很想找他 因为我觉得 我很喜欢他 編的 做的事 譬如 今年musical 的时候 他也有一首主题曲 是他写的 叫《进头从与你》 那这首歌 我自己都很喜欢 所以我就很想找他 帮我編曲 那我找他的时候 他就 他就出来聊天 我们就出去喝咖啡 那聊天的时候 他就说 我觉得这首歌 可不可以是 方向有少少王杰的风格呢 就是他意思 整个編曲 和我的内容 就是他觉得很久 没有一个王杰的人走出来 他觉得我都适合 那我就研究 那我就跟田刺人 就是林若玲说 我说 其实我们想做 好像王杰的 就是有点瘡瘡 有点瘡瘡的味道 是的 在歌曲的歌词内容 那 其实我就跟他说 我的概念就是 我想是 比较默默去守护一个人 就是 其实我就说 怎样都好 那个人 怎样都好 我都在等他 我都守护他 他不爱我都好 就是 因为为什么很多情歌 可能失戀的歌 都是一味很惨 听完就觉得很惨 但是我就很想 是有爱的 就是 惨得来是有爱 就是 因为我相信每个人都有单戀过 或者去 你爱的人 可能最后都不能够一起 或者怎么样 但是 希望我们最后都是祝福他的 所以就整个故事 都是 默默去守护一个人 也都 代表到 其实很多预表的 虽然默默这首歌 是一首情歌 也是守护 其实 粉丝都是一直在守护着 默默去支持 我也是默默去耕耘 默去努力 去做 希望大家是 爱一件事 你可以默默去付出 或者默默去做 有很多不同种意义 在里面 这个默默 知道你今天都很有心 带你自己的吉他进来 你又在墨尔本街头开始了 你今天带给我们的什么歌 给我们的听众 给我们的惊喜 我想我可以唱我自己的作品 因为我在墨尔本街头 除了唱英文歌 我都会唱自己的歌 这首歌 也是跟了十几个国家 三十几个城市 也是我的作品 所以我可以唱这首 《远走》给大家听 对我来说很有意思 对我来说 我的心到底飘到哪里 你的爱已经不在这里 你到底在哪里 我们不是说要一起旅行 我一个人就到了这里 是我们最熟悉的风景 再不是我和你 我的泪也不小心一路下滴 我要真正地成长 你要披着眼忘掉 我要再安静你 想着你的身影和你的微笑 你要往远方去远头 我要站在这里不走 我要拍下这个世界最美丽的风景 到处旅游 我的心到底飘到哪里 你的爱已经不在这里 你到底在哪里 我们不是说好要一起旅行 我一个人就到了这里 是我们最熟悉的风景 再不是我和你 我的泪也不小心一路下滴 谢谢 谢谢 简直是回想回到当初 是backstage 还要听你的歌声 真的非常触动 谢谢 知道你今次来 也是有一系列的演出 可不可以和我们介绍一下 我们有没有机会在澳洲的朋友可以看到你 其实我今次来 主要是在Melbourne和Brisbane有些分享会 甚至是会有些basking的环节 所以如果大家有兴趣 可以去我的IG IG或Facebook 其实我还未发布 我未发布 我未发布 大家可以看到 有些节目 大家可以来参与 所有的分享会 和街头的表演 都欢迎大家来 刚刚我唱这首歌 我也有很多回忆 对我来说 因为 我记得我曾经试过 在Melbourne的街头唱的时候 是有些外国人停不下 甚至我的作品 因为你一定会对自己的作品 或者对自己做的 有时可能会质疑或怀疑 但是就是 试过有个外国人 他说 你可以彈你的歌 彈多一点你的歌来听 他们坐了半个钟 都是听我的作品 所以我就会觉得 哇 外国人就是 他们会很容易 很乐意 他们很懂得欣赏 和接受 对方不同的 有别于自己国家的歌 是的 有时 也就是 譬如在香港 很多人会有很多负面的留言 和评语 但是你不可以去 尝试 或者去了解一下别人的故事 所以刚刚唱的时候 都在路里面 都很多 没办法 就是 Melbourne 给了一个很大的动力 去做 因为那时候 我就想回到香港 香港的Busking 香港的Busking 他会觉得 为什么你可以在街头唱歌 然后 他说 我不会让我个儿子这样做 我为什么不可以 他说 我个儿子彈琴 我不让他彈 我说 你知道音乐是什么 我说 音乐是带给我们快乐 我为什么要来唱 我就是在街头唱歌 我唱歌的时候 希望街头的人 可以放松 可以放松 他们可以放慢他的脚步 所以 我真的有很多这些画面 没办法回到来 就是太多 这些美好的回忆 那真的很幸運 你再次回到墨尔本 可以找到这种价值 是的 是的 还有跟你聊天 我想我是很久没试过 这么开围的去说话 和聊天 因为在香港做的访问 可能我只是说新歌 是 可能说一下 为了宣传而做 但我这次不是来宣传什么 我就是这次来 是有事做 但我是来找回我 当时的感觉 和感受 我都已经是 就是说我希望在这里拍一些自己的东西 回忆 就是重游救地 回到这里有什么感受 其实我都是 都是有这个感觉和感受的 所以来到 譬如我来到这里 以前在澳洲看电视会 会看到这个地方 但我是没进过来的 所以很感谢你今天带我来 做这个访问 也很感谢 对 很开心 我也很开心 可以邀请到你 因为其实我不知道是你的 OK 因为我们十年前 已经在 好像见到老朋友 是的 已经认识 但其实可能也很少聊天 只有一些 叫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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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不是很多 所以今天回到这里 我觉得真的很开心 是的 给你的歌声 你的访问 虽然也有听过你之前的经历 但是今天再听到你 由头再说一次 其实都 好像和你置身在其中 也很有感觉 谢谢你见证着我的成长 是的 希望你继续像你首歌 远走下去 多谢 多谢 在不同的地方 尤其是不只是墨叶本 可能感染其他 一些有些压力的城市 大城市 其他地方都好 希望他们的听众 都可以听到你的歌声 今天再次多谢 王健文 Kin Bang 是上到我们SBS 广东话节目 这里 我们会继续听到你的歌声 多谢 多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